大家好,欢迎收看今天的日常养生课堂 老一辈都说呀,人睡三觉,命比纸薄 这句话真的可信吗?三觉又是哪三觉呢? 老一辈所说的三觉是指睡眠的时间 那今天就来和大家分享一下最不该睡觉的三个时间 一,昼夜颠倒 人在晚上睡觉的时候呢,体内的各种激素会明显的分泌 这种激素可以促进我们身体的生长,还能维持身体的健康 如果晚上不睡觉的话,就会影响第二天的工作和学习 二,饭后立刻睡觉 这个时候睡觉会影响身体中的脾气运行 让食物无法及时的消化,进而就会出现脾胃虚弱的现象了 三,不要睡懒觉 睡懒觉除了会影响我们的早饭和工作效率之外 而且呀,还会导致身体吸收不到 足够的氧气,进而出现各种健康问题 相信很多人呢,在减肥的时候都吃过香蕉 那香蕉除了减肥之外,还有什么用处呢? 今天呀,就和大家分享一下香蕉的三大妙用 一,降低血压 根据研究表明,如果你每天都吃一根香蕉啊 其中含有的甲元素呢,对于降低血压 保护身体健康有非常好的效果 二,改善贫血 因为香蕉中含有丰富的铁元素 能够促进身体血液中的血红蛋白生成 从而改善贫血的现象 三,促进消化 香蕉中的膳食纤维能够达到通便的作用 因为香蕉呢,在一定程度上可以降低食物 进入肠道的速度 从而改善我们的便秘现象 而且呢,如果你经常腹泻的话 也可以吃一些香蕉 这样就能补充身体流失的矿物质 让身体更健康 所以大家在平时的时候啊 就可以多日常养生课堂 当女性朋友发现自己这处毛发特别浓密的时候 那么就要恭喜你啦 你是非常健康的 尽量啊,不要去刮它 那就是燕毛 燕毛的多少呢 会反映出我们身体是否健康 燕毛的生长 普遍和我们的淋巴排毒 身体代谢是有关系的 如果大家为了美观将燕毛刮掉的话 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我们身体的排毒和身体代谢 所以说在平时的时候 大家就尽量不要去刮燕毛了 而且如果你的燕毛越浓密呢 就代表你的身体新陈代谢会更好一些 而且呀,我们腋下的排毒 一般都是通过出汗来帮助身体排出多余毒素的 所以说你发现燕毛经常是潮湿的话 那么就要恭喜你啦 身体中的毒素会越来越少 随着秋季的到来呀 人体湿气呢也就越来越重了 尤其是女性朋友 那当你的身体这处越来越湿的时候 大家就要注意自己的健康问题啦 那当大家突然之间觉得自己的头上啊 像是裹了一层湿布 不但经常出现头晕发闷的感觉 而且还会出现发热 眼睛肿胀 或者是突然怕冷怕风 而且呀,还流清鼻涕的时候 大家就要注意了 是不是湿气已经开始入气了呢 大家在平时的时候 就可以吃一些白匾豆来去除湿气 白匾豆啊 一直有长寿豆的美称 可以合胃化湿 健脾沥水 特别适合大家秋季来食用 不但可以去除身体湿气 还能帮助大家回复健康 更加年轻 除此之外 大家平时的时候 也可以多做做运动 这样呢也会 相信啊 有很多人在减肥的时候呢 都用过瑜伽减肥这个办法 但是啊 有人说瑜伽并不能减肥 甚至还会毁掉我们的身体 那真相真的是这样吗 瑜伽呢 是属于一种静态的拉伸动作 它在平时的时候 会通过肌肉的拉伸和收缩 来达到身体的平衡 但是大家在平时练瑜伽的时候 也是需要注意一些运动强度和难度的 有很多瑜伽的初学者呢 都想挑战一下高难度的动作 那么就难免会因为运动不当而造成身体的扭伤 那么瑜伽到底能不能减肥呢 瑜伽一般是通过自我按摩的方式 来刺激到我们身体的内脏和器官 改善我们的消化系统 从而达到减肥的效果 所以说呀 它是会让你的体态变得更好的 那大家呢 就可以放心 多人都说 走路对身体非常好 但是呢 今天要和大家分享一下 有一种走路方式啊 会让你的膝盖提前报废 早知道 早改过来 每天抱走一小时以上 这样的运动方式呢 会造成运动过度 会让我们的膝盖过度的磨损 让膝盖疼痛加重 如果大家在平时的时候 想要通过走路来实现身体健康的话 那么就一定要注意 走路的时间不要特别久 最好是30到40分钟 当感觉到微微出汗啊 就已经达到运动的效果了 而且呢 大家在平时走路的时候 应该选择较为安静的塑胶场地 比如说公园 体育场等地方 最好避免像水泥路面 这种硬地面上行走 也要少爬山 少走上下台阶 所以说呀 虽然走路呢 今天呀 要和大家分享一下 如果男性朋友 有四个坏习惯 那么多半呀 会让你雄激素不足 让你变得不够男人 早点知道 早点改正吧 尤其是现在的年轻人 上半一天回来呀 之后只能利用晚上的时间进行娱乐了 那很多的人呢 就会12点以后才睡觉 这样的经常熬夜 不但会影响到身体的内分泌 影响健康 而且还会导致身体中的雄性激素下降 长期如此呢 就会让你越来越娘 所以说大家想要在平时的时候 拥有一个旺盛的雄激素 那么一定要有一个比较好的作息习惯 有一个良好的睡眠质量啊 是其中的基础 二 喝酒 尤其是大量的试酒 酒精呢 就会对男性朋友的前列腺和尿道 起到刺激性的作用 虽然呀 只会造成短暂的不适 但是你如果长期试酒的话 就会导致血管扩张 促使身体中各项机能紊乱 导致雄激素下降 三 憋尿 那如果是偶尔的憋尿呢 对身体是没有影响的 但是如果你是经常性的憋尿 就会导致膀胱扩大 使得排尿无力 造成局部的血液运转不畅 最后啊 会导致男性肾脏功能出现问题 四 平时经常使用塑料制品 因为塑料制品中呢 主要的成分是磷本二甲酸 这种成分啊 会在一定程度上 影响雄激素的生成 不但会对男性有所影响 而且呀 对于孕妇的影响呢 也是非常大的 所以说大家在平时的时候 身边的物品 都要尽量的避免使用塑料制品 尤其是不要使用塑料制品 来装水 食物等 这样呢 会对身体的影响更大一些 那大家在平时的时候 就一定要远离这四个坏习惯了 不但能够让身体更健康 而且还能让你男人味满满 好了 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了 大家还有哪些想要了解的健康 月经洗头会痛筋 还会落下冰根 但是啊 月经不洗头呢 还太脏了 那怎么办呢 其实月经期间做到两件事 不怕痛筋 还很干净 一 用温水洗头 有很多人在夏季的时候呢 都喜欢用凉水洗头 但是在月经期间 是一定要使用温水洗头的 而且洗头之后啊 也要注意保暖 不然呢 就会导致冷气进入身体 导致痛筋现象的出现啦 二 暖风吹干 月经洗头啊 一定要注意把头发吹干 不能阴干 更不能自然晾干 尤其是不能湿头发出门 在月经期间受凉 确实会让人体留下病根的 所以啊 大家在月经期间呢 是可以正常洗头洗澡的 但是一定要注意保暖 和及时擦干 多余水分 吹干头发 不让自己受凉就可以啦 好了 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了 感谢大家的观看 我们下期再见